好 接著我們來看中國的經濟 我想一輪這次不升級 他特別點名中國 那我想要先請教陶博士 我們看到中國在GDP的成長 過去來講它一直都是兩位數 後來8到去年到7.3 7.4 今年大概要保7 有一點難度 所以包括GDP是衰退的 那麼我們看到中國的出口 1到8月大致上出口的衰退 大概1.6%附近 但是進口的衰退是達到14.5% 所以這個進出口開始呈現一個衰退的態勢 另外一個大概就中國的外匯儲備 我們講外匯存底 在8月份它減少939億美元 它從最高3.99 現在已經到3.56左右 所以等於差不多少了4千億美金 這4千億 我就大陸少了4千億 等於台灣現在所有全部外匯儲備加起來的總和 所以這個減少當然是 這個是給大家帶來很大的一個震撼 所以我們大概就先從 幾個最簡單的一些經濟數據 包括中國的出口 中國的GDP 一直到中國的外匯儲備 這三個變數我們有 塔波斯要怎麼來解讀 我覺得中國經濟現在面臨著相當大的問題 是 那麼最大的問題 核心問題還是民間的投資不見了 是 那麼這背後實際上是製造業成本上升 匯率爆升所帶來的一個結果 那麼針對這個問題 最終的解決方案一定是通過改革 來打破國企的壟斷 來打破銀行的壟斷 通過這個把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去重新拉起來 但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政府的政策 幾乎都不是在這個上面著手 而是想通過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越阻帶袍式的 由政府來替代民間進行投資 那麼這幾年基本上走的這條路 但是這條路走著走著也走不通了 第一個是政府的財政開始出現了一些狀況 第二是財政在拉動其他企業投資的力度 越來越不足 換一句話說 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在消失 這種情況下面經濟的確存在著許多的問題 我們相信下半年會多一些 第四季度會多一些政府的財政上面 會出一些力 人民銀行也會做一些定向寬鬆政策 但是這些恐怕不足以真正的把經濟 重新拉回到一個可持續上升的軌道 最多不過是把過去開始下滑的 這些經濟活動略微地往上拖一拖 那麼我個人認為中國經濟 還會在可預見的將來 處在一個下行軌道上面 但是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明白 這個問題不是出在經濟身上 而是出在你我他的心身上 今天中國的工業生產是6% 我們說這數字真差 5年之後我們再看到這個數字 還說這數字真好 對 實際上我們所有人必須要明白的是 中國經濟已經過了超高速增長的 這一段時間 對 那麼它需要由投資向消費做一個轉型 這轉型是個痛苦的 但是也是必須的 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幾年之後我相信可能中國經濟的增長 也就是4% 5% 這樣的並沒有問題 對 仍然是世界上最快的幾個國家之一 是 你硬要把它保期 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斷 這樣做的結果是 也許你短期能夠把經濟撐一撐上去 但實際上對於經濟失衡 經濟錯位所帶來的傷害會更大 你用跑百米的速度去跑馬拉松 一定會出事的 你一定 你升級一定會出事情 對 好 我想這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大概可以看到 中國現在 當然它不是以前做世界工廠的這樣的規格 當然延誤量 當然下跌 我看今年 對整個中國領導人來講 李克強有兩個重大計劃 一個是中國製造2025 另外是互聯網加 所以中國這個很明顯 它在調結構 這個調結構調到現在為止 我沒看到它慢慢在往的 IT的產業 在做它的 未來發展的一個新的架構 包括它發展那個芯片 台灣叫半導體 所以 我們怎麼看這一輪 中國在產業結構的調整當中 它會不會重新創造一個新的 中國的產業的新的原動力 如果你把中國經濟看成一個球 對 我們中間切一道 凡是和國自討有關係的 國營企業 政府監管 這個反腐敗 所有還有財政刺激 所有和國有關係的都不行 所有和信有關係的 無論是銀行信貸 還是這個影子銀行的貸款都不行 對 但是如果在另外看看另外經濟的 另外半個球 和國和信沒有關係的 實際上今天欣欣向榮 中國的IT行業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 你再看看它的資產管理 你再看看它的健康產業 你再看看它的教育產業 實際上都是不錯的 對 所以說中國並不是一個全部的黑暗 只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股市更多的是和銀行和房地產 和國營壟斷企業有關係 那麼這些企業的確現在面臨著一些 結構性的挑戰 但是我覺得這並不可怕 實際上中國經濟已經在出現一個轉型 今天中國的消費力道是不弱的 只是有很多沒有被統計及統計進去 比如說online shopping 網上的這些購買基本上沒有反應出來 現在這個新經濟起得很快 但是這些新經濟對於舊經濟又帶來那個 他們有沒有要統計 就是說我們最近在討論 比如說以前我們拍照 拍照一定要拿去洗相片 所以那個洗相片拍照的照片的這個行 它會創造經濟產值 現在我們照在手機裡面 可能照了幾千張幾萬張 然後那個照片也不要去洗 那就在網路上我們隨時可以取用 所以那個就沒有產值 所以這個在新經濟的這個 對經濟貢獻度 有很多好像是 它沒有辦法算出來 它這個新品 它也可能在別的上面 它也出現一個產值 比如說這個 現在自己在家裡面印了 那麼你那張紙張的需求 對於這個printer的需求之類的 但新經濟 新經濟對於有些部門是好的 新經濟對於馬雲一定是件好事情 對於阿里巴巴一定是件好事情 但是它對於傳統的shopping mall 商場這是負面的因素 對 衝擊 通縮的 就現在滴滴打滴 對 這個叫計程車 對於這個行業來講是件好事情 但是對於計程車行業來講 這是又是一個重大打擊 對 至於這商場和這個計程車 它是在中國的GDP的統計數字 範圍之內的 但是一些新經濟的 滴滴打滴很多東西 它實際上是違法的 它沒有執照的 對 根本就不在統計之中 對 所以說我覺得這東西很難講 但總的來講 實際上中國的消費在起步 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90後 00後 這些新的一代人 已經在逐步的成為 消費的主力軍 像我這一代人 出生在60年代的 我們是在 這個 這個掙扎在溫飽之間 所有的物質對於我們來講 都是貶潰的 那麼我的儲蓄就相當的高 至於90後 00後 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饑荒 所以他們到了每個月的月底 把所有錢全部花崗 是所謂的月光族 你說中國沒有社會福利 沒有問題 他們的最大的安全 就是他們的父母 對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面 他願意花 當中國的消費的主力 由60後70後轉向 90後00後的時候 中國的消費一定起步 但是起步這個字 你有不同的理解 並不是過去的那些消費 就完全複製到 他們的這一代去 洋快餐的需求在跌 而且跌得很猛 對 等麥當勞那個很厲害 跌得很厲害 但是這個洋咖啡 對 就升得很快 這個是在新的一代消費者產生的時候 他們有新的消費習慣 他們對於富有個性的 有一些文化 Taste的東西 他們願意付更多的錢 好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新的產業 不斷地在移轉 在做轉型 那這個8月份其實 對全世界來講 最大的震撼是 人民幣調整中間會價 所以他大概從6塊2附近 一路最低貶到6.4489 現在大概6.36左右 我們怎麼看這次 人民幣的會價的調整 李克強講的 他說 中國不是世界經濟的風險資源 而是增長動力資源 而且他認為 人民幣 中國不會用人民幣的貶值 來作為提振他出口的手段 所以他只是一個 做一個中間會價一次調整 你怎麼看人民幣這一次 因為他8月11號 人民幣調整中間會價之後 他幾乎在全世界造成一場股災 你看8月11號 德國股市從人民幣調整中間會價之後 大概跌了11天 美國股市大概8月17號開始連續暴跌 所以這一輪的股災看起來 跟中國有點關係 但是現在看起來 他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調整中間會價 如果我們來對照 上一個人民幣的轉折 大約是在2005年7月21號 當時人民幣開始改踩浮動 而開始走上升值的道路 現在這個會不會是一個貶值的開始 你怎麼看 我覺得把全世界的股災全放在 中國匯率出現 做出一個調整上面 可能不是很公平的 這股價升到這麼猛 需要調的時候 什麼藉口都可以調 你連耶倫不加息 它都可以成為一個股市調整的藉口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個人認為人民幣今後的 匯率的彈性會加大 我個人認為人民幣會出現一個緩慢的貶值 這個中國我相信不會為了刺激出口 而讓人民幣大幅度的貶值 但是中國的經濟基本面 在可預見的將來 我認為是會持續惡化 而不是改善的 尤其是當美國開始加息的時候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這個差異 就會拉得越來越大 那麼人民幣對美元進一步貶值 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是自然的現象 反而是前一段時間 明明美國的經濟在好轉 中國的經濟在差 但是人民幣和美元一起升 我認為這個是不合理的 但是這一輪的調整 短期最後出現的結果是和我們 人民銀行一開始想要的是不一致的 人民銀行說 我要調整中間價的形成機制 讓中國的匯率更富有彈性 更迎合市場的供需關係 但最終這一輪調整 嘎然而止 接下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 這張圖像 如果要是你把這張圖像 拿到這個心臟科醫生那去看的話 這個是心臟病人死亡 那這麼一張圖 完全平掉了 對 我覺得在穩定一段時間之後 人民幣匯率會出現新的一個波動 那麼基本上是一個 朝著貶值的方向走 朝著貶值的方向走 這是由中國經濟目前的基本面 所決定的 好 這當中其實我們也看到 大陸最近的外匯佔款的 慢慢變成富的 然後外匯儲備 原來已經到4萬億美金了 現在開始往下降 這個是在過去30年當中 整個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的增長 到了今年突然之間開始緩轉 這當中包括可能今年在中國國家隊 為股市復盤可能動用一些錢 另外一個大概就是人民幣 在復盤上它可能也動用一些資金 另外一個大概就是大家講到 中國的權貴資金的外流 也是造成一個它的外匯儲備 開始在往負的方向走的一個關鍵 那這當中現在我們看到 外匯儲備開始降溫之後 這個對中國經濟會不會帶來比較大的影響 這個就A股股是不需要動用海外資產 對 反而你動用海外資產的話 人民幣匯利應該往上升 對 這個現象我們沒有看到 對 我覺得更多的是一個資金的外流 外流 那麼這資金外流包括這個權貴資本的出走 對 包括一般老百姓開始換錢回來 對 包括過去借錢的這些錢 這些借債又出現了一些調整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是 但是如果您把它看為 就看它是一個非常極其罕見的現象 我覺得也未必 正常的情況下 當經濟在一個上行週期的時候 往往外匯儲備是升的 是 當經濟進入下行週期的話 往往外匯儲備是跌的 那麼中國經濟今天進入了一個下行週期 是 您說30年這個實際上不完全準確 1994 95年的時候 中國的匯率出現了大幅度 萬物儲備大幅度 那就是匯改的時候 朱鎔基當總理的時候 是是是是 那時期大幅度下跌 只是在那之後 我們再也沒有見到一個下行週期而已 對 所以這些東西不出奇 但是經過十幾年的這個上行週期 和增槓桿之後 當我們進入到去槓桿和下行週期的時候 當老百姓們已經習慣於匯率只升不跌 現在開始往下走的時候 這一輪的調整 會比正常的調整會更大一些 這也是事實 我認為中國有4萬億的外匯儲備 去掉4千億 這不是一件大事情 但是這個背後的信息是值得關注的 中國經濟現在的確面臨著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需要妥善穩妥的處理 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是可能出一些大事情 我想這個剩下大概就是中國股市的問題 就是說 中國股市在過去這一年 它的漲幅他是驚人 那到了這個6月16號 開始有一個長沙股民 因為去融資 用四倍槓桿買了中國中車 結果跌兩個停板 他就去跳樓 然後中國證監會開始緊收信用 也造成中國股市失控性的這種狂跌 現在下來之後 大致上你看到原來他上陣 大概是3,373點煞車了 而且他國家隊戶盤他穩住了兩個月 但是到人民幣調整中間會價之後 國際股災下來之後他又跌了一段 那到目前為止 這大概就在3,000點附近 現在好像穩下來了 我們怎麼看在中國在這一輪當中 一個資本市場快速上漲又快速的回檔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個整個股市波動當中 我們看到幾個問題 一個它的這一種槓桿無線擴張 這無線擴張它帶來很大會議症 比方說廠外配支搞到快2萬億人民幣 然後這個融資餘額 正常的融資餘額大概到2萬2千7百多億人民幣 這個都是相對是高的 然後現在大陸還有一個 這個突然停牌的機制 也就是上市公司可以自己宣布停牌 這個是在國際上是很少見的 所以有段時間下跌的時候 很多加工都停牌 那面對這個現象 現在就是中國開始在清理它的資本市場 也就是說在過去股市上漲 被它產生非常多的一些偷緒的問題 現在這個清理對整個中國市場 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 或它的基礎的改造 會帶來一些幫助嗎 首先我認為中國在對於股市的政策上面 出現了一些盲區出現了一些謬誤 一開始的時候 試圖通過股市來提振經濟活動 我認為這是荒謬的 對 如果能夠真正地把經濟催上去 把GDP催上去的話 就好像一個人試圖揪著自己頭髮 從坑裡面爬出來 這是不現實的事情 但是當時做了 而且把杠桿壓得很高 之後當股市下跌的時候 政府在救市上面 我認為也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 美國聯儲當時救市 救的是系統 防範系統性風險 中國政府救市 明擺著就說 我們是為了社會穩定 救的是人 你救人的話這就麻煩了 你救得了一時 你救得了一時嘛 對 它股市跌到了3500年你救了 那下一次到3000年你救不救 對 再下一次到了2500年你救不救 再到2000年你救不救 這是一個無底洞 沒有一個政府可以無條件的 無上限的去救市 而恰恰在這個上面出現了一個博弈 所以這個我覺得在可預見的 將來中國的資本市場 可能還會有相當大的問題 這個不是估值的問題 而是整個它的這個資本市場的 一個系統一個信譽出了問題 是 同時政策在政府在干預市場的時候 就像裁判員突然吹著吹著哨子 自己騎腳把球射到了 你的龍門裡面去了 你剛要跟他去理論兩句 裁判員又回到了裁判的身份 給你出了一張紅牌 是 那麼這種情況實際上 對於資本市場的信譽傷害是極大的 今天中國的資本市場 不是股市是升還是跌的問題 也不是估值合理還是不合理的問題 而是如何重建資本市場信心 只有當這個規則是事先定的 而不是由政府或者任何一個人 中間可以改變 這一個事實確立 那麼資本市場 還會有許多自己自身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我想這個中國的資本市場 在過去這段時間 它幾乎是全世界的焦點 那麼這個調整完之後 它如何再經過這個 整個對股市的改革 讓中國股市走出比較健康的下一步 我想這是大家關注的一個焦點 回來我想陶布斯剛剛去了歐洲 我想把最近歐洲的狀況 再跟我們觀眾朋友再來說明一下 好不好收回來 現在再講 目前為止 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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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